今年的央视春晚众星云集 来了很多超高人气的明星 不仅有流量小生 比如肖战 张若云 李仙等 还有很多流量小花 像周冬雨 马思纯 杨慈 欧阳娜娜等等 令观众们目不暇些 众所周知 央视的镜头一向是出了名的高清和真实 几乎不会美化修饰 明星们在央视镜头下 会泄露出真实的样子 为网友们调侃为照妖镜 可想而知有多厉害 今年春晚 不少坐在观众席上的明星 就被央视镜头抓拍了 一起来看看这次谁的真实颜值赢了 首先是朱一龙 31岁的朱一龙实际年龄比一旁正在大笑的马思纯还要大 但他看上去没有明显的皱纹 像是和马思纯通令 保养得不错 非常年轻 而笑得咧嘴的马思纯 因为笑得太夸张 动作幅度太大 给眼角的余味们都笑出来了 脸颊处也有一块小毛线 因为英俊涉气被广大粉丝称为老空的彭于燕姐 没逃过央视高清镜头的考验 央视镜头下 彭于燕额头上的皱纹还是十分明显的 眼角也有不少皱纹 他笑起来的下巴 从侧面看还有些许的不自然 看来真的是岁月不饶人 这次观众席抓开中 还捕捉到了周冬雨 李沁和马思纯三位小花同框的照片 马思纯依然是笑得非常开心 但表情管理不是很好 与左边的李沁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沁笑起来优良大方 十分上镜 而李沁前面的周冬雨 则断坐视认真光看着节目 近距离的直拍中 可以看到周冬雨也露出了笑容 而且她的侧脸非常小巧 皮肤白皙 状态非常好 李沁同样也没梳 她的脸颊也饱满光滑 笑起来眼睛发亮 真的是太好看了 另一边的年轻小生 彭于畅和无泪 也有在笑 但彭于畅笑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 露出的牙齿不是很整齐 暴露了小小的缺点 而无泪弟弟额头 就像反光板发亮 黑眼圈比较 重 看来是休息的不够好 这个倒背头的发型 也让原本青春活力的无泪 显得有些油腻 观众席上还出现了41岁流头的身影 她的状态也是十分能打 虽然近距离抓开她的脸被镜头拉宽了 但她的皮肤依然紧致饱满 颜值依旧 真的是像吃了防腐剂一样 这么好的状态 想必离不开她平时养成的健身的好习惯 相信看过今年央视春晚的观众 都会对黄晓明演的那个小品印象深刻 黄晓明真的太帅了 即便坐在台下被央视镜头推脸拍摄 也是没在怕的 谁敢相信她已经42岁了 杜江 凤凰传奇的增衣 在镜头下也是帅气十足 明星的脸真是一个比一个小 显得非常上镜 另一边宋祖娃和魏大勋则青春满满 特别是魏大勋 一直在偷笑 喜感十足 还有网友在观众席上 发现了肖战和谢娜同化 和肖战一比 谢娜丝毫不像姐姐背的人 在了两个小丸子头 穿上粉色西服的她 看上缺十位少女 再拉近点看 谢娜也是脸蛋光滑 皮肤紧致 难以想象 她已经生了娃娃妈妈了 能恢复的这么好 一定有什么独门秘籍 肖战的颜值倒是出了名的 这次是她第一次登上 央视春满 镜头下的她笑起来 阳光帅气 牙齿整洁 手指修长 难怪有那么多女粉丝被她迷走 阳子也被拍到和月谈小天后 张稍涵同化 不得不说 阳子这回的颜值稳定 侧脸看起来 还是挺好看的 但张稍涵的侧脸就比较显老 额头和鼻量看起来有点奇怪 要知道 张稍涵的正脸照 一直都是不老童颜 这个侧颜的出入 实在是有些大瓦 今年央视春满 这么多流量明星颜值大笔篇 你觉得哪位明星的颜值略胜一筹呢